在缅北的战事当中,同盟军勇当先锋,为缅北华人做出了英勇无畏的表率作用。 作为缅北战事的主导者,同盟军在取得果敢地区的全面胜利后,士兵们只在老街休整了一晚,第二天,主力部队就开始向缅北华人大成蜡虚挺进。 这充分表现出了同盟军士兵连续作战的强大战斗能力。 而同盟军前往蜡虚战场立马齐开得胜。 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 带你揭秘背后的故事。 首先同盟军立即对蜡虚以北的最近地区木邦发抄了进攻的号角。 不日就将木邦收入囊中。 至此,同盟军与德昂军真正完成了对蜡虚战场的战术包围。 目前在蜡虚战场联军足足有七个旅,一万多人虎视眈眈。 此举使缅军闻风丧胆,整个缅甸国内引起震动。 娘来更是暴跳如雷,摇头晃脑,不知所措。 与此同时,蜡虚城中的百姓也感受到了联军的杀气腾腾,不得不早做决定。 蜡虚城中百姓大规模紧急撤离,为了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同盟军就给足时间给百姓撤离,充分体现出一支正规军队的基本素质。 在完成对蜡虚的战术包围后,目前与德昂军按兵不动,正在等待最佳战绩。 米昂来武装方面,在做最后挣扎。 一、免军毁桥梁自保,米昂来在同盟军到来之前就自毁桥梁,切断联军进攻蜡虚的道路。 目前,通往蜡虚城的道路只有一条小路,即从蜡虚前往当阳县的道路。 二、瓦邦巧妙布局,让米昂来武装感到绝望。 让米昂来来气的是,就在同盟军收复老街后,就把护板室给打下来了,然后转手送给了瓦邦。 而瓦邦联军非常精明,迅速调328旅入驻护板接管,同时又派618旅控制曼乡大桥并瞄准当阳县。 这个布局非常巧妙。 瓦邦是中立方,为什么要派兵控制曼象大桥,看着当阳县呢? 我认为,瓦邦在联军攻取蜡虚时,就会伺机攻取当阳,若蜡虚的缅军溃败必走当阳。 此时瓦邦就显得非常关键了,可能会给缅军最后一击。 要不就是等缅军逃到当阳县,他去接管当阳迎接缅军,为缅军接风洗尘,最后提出要当阳县。 三,缅军利用杂佛事件,做最后挣扎,战场上的情况变化迅速,就在同盟联军对蜡虚完成切割包围的时候。 一件突发事情给蜡虚局势增加了变数。 这就是近期被缅军发挥利用的同盟军士兵杂佛事件。 缅军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 煽动激起了全缅信徒的抗议游行,而闹得最厉害的是蜡虚城。 这一点不得不让人对这一件事的怀疑,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缅军设下的套,给同盟军扣帽子。 四,蜡虚城中百姓紧急撤离。 战争中最受苦受累是百姓。 联军兵临城下,那需百姓忧心忡忡,大规模紧急撤离。 百姓的撤离表明战争气氛的浓烈,百姓的撤离同时也给联军降低了心理的压力,毕竟正义之师是最怕伤及百姓的。 百姓撤离后,联军方能大展拳脚,与缅军进行最后的较量。 在这近三个月的战斗中,缅军以及世人都远远低估了同盟军的战斗力和雄心, 开战至今,同盟军攻占了缅军210个据点,再加上德昂军,若开军的助攻,总共拿下了缅军近423个军事基地和据点,占领了十多座城镇,缴获的枪支弹药无数,缅军大量重型武器,装甲车和坦克都收入囊中。 谁还敢调侃同盟军是山里走出来的游击队,现在是妥妥的正规军啊,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群雄割据的局面一旦形成,有一点不会错,那就是尽可能多的抢占地盘。 从12月份围困老街开始,同盟军的心思早就不在老街了,蜡树,北胆邦的首府,年北最大的华人聚居区,一个决定善邦归属的死生之地,早就被同盟军盯上了,就在同盟军拿下老街之后,马上就调转枪头,直指蜡树,同盟军首先攻克穆邦县,占领了穆邦缅军16旅的旅部,穆邦连通老街和穆姐,可别忘了,穆姐现在也是被同盟军团团包围着, 照着情形以及目前缅军的战斗意志,拿下也只是时间问题了,穆邦也同样是进攻蜡树的重要前提,蜡树大门可不是白叫的,现在老街,穆邦以及缅北各地败逃的缅军都往蜡树去了,缅军正是时期最低落,内部最混乱的时刻,要是同盟军再度上演一出围困蜡树的好戏,那米昂来军政府真就是苦不堪言了。 另外也有绝对的利好消息传出,缅北的七个民族武装宣布结盟,分别是若开军,克钦独立军,果敢同盟军,瓦帮联军,克钦军,德昂军,蒙拉军,北胆帮军,现在摆在米昂来面前的缅北三剑客变成了缅北七兄弟,万人众变成了十万大军,有其他兄弟的牵制,同盟军卯足近网蜡树冲,未来可期。 同盟军的第二阶段目标已经明摆着了,而米昂来大将就头痛了,面对投降成风的缅军,看着这些昔日的爱将们一个个放弃抵抗,米昂来也是气得牙痒痒,整肃军纪不用多说,严惩也跑不了。 更为关键的还是加强蜡树的防御,炸掉蜡树大桥,不让同盟军顺利攻城,也算是孤注一掷了,丢了老街也就是失去果敢地区,蜡树要是丢了,那整个缅北都有改名唤姓的可能,当然,缅军还是有所依仗的。 缅军的机动师也是王牌部队,北上驰援蜡树,那可是绝对的硬骨头。 蜡树机场也是个大威胁,前不久的炮轰老街,老街也是炸得千疮百孔,那时同盟军还能借助山林优势藏起来,放在蜡树外围,真让缅军的战绩来去自如,那同盟军的进攻必将受到严重阻碍,胜负难料。 同盟军迎来最大的机会,缅昂来遭遇最大危机,接下来的缅北大乱斗,注定是热闹非凡,缅北地区,准确来说,在整个缅甸多方向掀起的这场战事已进入第二个月,这场蝴蝶效应的引发者是当前在果敢,北胆邦地区不断推进,攻城夺地的三兄弟联盟,果敢同盟军,德昂军以及若开军,当前同盟军已临近果敢首辅及经济,军事中枢老街。 并且还在不断拔除周边的缅军据点,同盟军又放出了一个重大的消息,称,同盟军接下来要拿下蜡虚这一传统华人聚集区,基于蜡虚在善邦的地理和经济地位,同盟军此番决策,凸显出其所图甚大,从当前三兄弟联盟的作战分工来看,拿下蜡虚似乎本身就在双方的规划之中,大体上三支民第五的作战任务是, 一,由若开军协助同盟军,收复果敢,沐县,猛镇,滚县,沐邦地区,二,德昂军则在外围辣县,绞县境内,以及贵改,隶属木解,沐邦,隶属木解,一县打员,切断脚迈到西埔,西埔到蜡虚,蜡虚到沐邦,蜡虚到滚弄,蜡虚到滚弄等交通县的缅地持员军队。 客观来说,三兄弟联盟这一作战战术推进到当前都非常成功,一,当前果敢同盟军在大体上已渗透及控制果敢,滚弄县,以及隶属木解县的木解镇含蒙古,贵改镇大部,木邦镇大部,并且冰封已渗透到蜡虚北部山区。 二,德昂军则也已渗透和控制由曼通镇和南散镇形成的布朗兹治区并将两地连通,显然德昂族的目标也是收复原北胆邦第七特区辖区,此外,德昂军向西已推进到孟县,角县境内,向北已通过控制隶属木解县的南侃镇,已与同盟军收复区打通,三兄弟联盟控制区已连成一片。 三,当前同盟军一部分主力以支援德昂军在缴迈到西补一线作战,试图切断缴迈到蜡虚的交通线,如同战役发起时进攻果敢的策略一样,如法炮制,切断交通线,将蜡虚围成孤城,这一动作本身就凸显出同盟军对蜡虚的企图。 蜡虚乃善邦第二大城市,北胆邦首府,更是绵北重要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城市,境内除了公路外,还有在整个善邦都罕见的航空、铁路交通。 境内有40万人,其中一半是华人,一旦同盟军控制蜡虚,那么自蜡虚即以北木解、果敢、滚动四线将悉数归于同盟军,届时同盟军不仅掌控的是一个人口100万以上的辖区, 而且,同盟军可对整个北胆邦200万人口中近100万的华人进行整合和号召,届时依赖木解、滚动、果敢三地的进出口贸易中转、蜡虚地区的矿产资源和工业, 同盟军将成为缅北潜力最大的一支民地武,正因为蜡虚的重要性,能否拿下蜡虚就成为了同盟军最大的考验。 蜡虚同样是缅政府军在北胆邦的后勤和兵力指挥中枢,同时蜡虚境内人口有40万,即便是三兄弟联盟兵力全部集结进攻蜡虚,兵力都显得颇为单薄, 所以即便同盟军有此野心,但夺取蜡虚看起来仍然是一件不靠谱的事,然而,从当前的缅甸局势来看,显然同盟军要夺取蜡虚一事并非没有希望,要知道缅政府军面临的可不只是善邦的乱局, 实则由同盟军对国敢展开战事而已,引发整个缅甸境内对缅政府军的围点打员和侧意牵制, 除善邦外其他六邦,克钦邦,钦邦,若开邦,孟邦,克伦邦,克耶邦,民帝五街已在各自邦内攻城夺地,替同盟军牵制缅军, 而且对缅政府军来说,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威胁实则是来自缅甸本部,缅族群内部的民族团结政府麾下的人民保卫军, 保卫军在缅甸本部,石阶省内不断拓展,已拿下三座类似我们县级区化面积的城镇, 缅甸本部,缅族群内部的分裂才是对缅政府军的釜底抽薪, 故而这一局面导致缅政府军很难抽出精锐及大部队北上对北胆帮、蜡虚展开池圆,这一局势的演变, 也让同盟军下一步冰封指向蜡虚,整合整个北胆帮华人提供了无限可能。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